李承前这是第一次登朝 但是李世民丝毫没有强调的意思 朝会的一切照常进行 你争我言 臣子送辞 随着时间的进行 太子也从未发过一句话 这时凤中司里崔和亲站了出来 高声说道 陛下 臣有一事相禀 特么的 才刚开局你就想放大招 陛下 长安城民间有意酒馆 是依少年郎所生 此子在城外广惧流明 意图不轨 臣知此事后 觉得当为陛下所禀 陛下 臣等也听说了 这少年郎名为虾人 而这虾人心高气傲 当初在清河师会上 为一系灵言辞 倾国倾城 大有对我大唐口诛之言 其心不轨 并且在这灾年之间 大卖天价之酒 武弄人心 道德无休 还望陛下所知 还有此事 臣复义 臣也复义 这虾人年少轻狂 大伤天价九四 无德丧心 一时间 朝下参本者便达到了二十八人 其中大多数皆是世家 入朝为官之人 或者其附下门帝之人 甚至 王家也有两三人出列声讨瞎人 如众爱卿所言 这瞎人在城外广惧流明 蒙事承重 意图造反 陛下 陛下 此子之为 以臣浅薄之见 大有不轨之心 虽然不可误定 但臣认为 不可不防 特此再年 此子在长安 搅风弄雨 不少同僚 也是听闻过他的名声 呵呵 我就不相信 李二不弄他 像李二这种帝王的 心中禁忌 就不信不重视 还能借李二的手 除掉这兔崽子 老夫真是聪明到极点 一时间 郑云和自然以为 一切不过运筹 帝王帝之中而已 只不过他自然千算万算 也想不到 瞎人能与李世民相识 毕竟民间少年 与帝王相交 不过民间勾兰里 说书人的故事而已 而崔家义人 也是选择继续煽风点火 陛下 臣也赋言 这瞎人 虽有几分才气 但心气不正 不得不审查一分 不过郑大人 本王怎么听说 那瞎人在城外 镇继流民 甚至陷于老游病残 若是如郑大人所言 岂不是我大唐 无人敢为善 老夫知道郡王 与瞎人相交 但老夫须提醒郡王一句 莫要识人不清 据老夫所知 那瞎人一个少年白身 且谁能镇继灾民 能聚上万之人 郑大人 老夫倒是有一事不明 可请解惑 防大人但说无防 这下人 仿佛便是举出 石炭驱毒 为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如今百姓遭难 镇继百姓不是心得幽民 起来心得不休之论 防大人 这千百年来 石炭皆为一不可驱毒之物 无人敢用 无人可用 但他依少年白身 却懂得这千百年来 无数人可知的难题 且却又大卖天价酒 大卖天价酒 这其中 难免不让人深一样 郑云和一步一转的言辞 再加上那拖得长长的语调 让不少朝臣也是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郑云和自然是巧官人心的好手 见朝堂不少官员的气氛 都随之挑动了起来 立马随之继续面色严肃 如若断词的言道 这是探乃百姓民生必备之物 虽然老夫承认 将其执法于朝廷和尚 有则百姓之故 此有大功德 但其一介白身 却入了长安不谋丝毫权位 反而大肆敛财 巧收民心 而不顾其他 这等行径 背后无视而不可为 所以 其资千广急 难扣其心 老夫 望陛下明察 一旦李二猜忌 那些与这小子交好的贵族王公 自然不可能赶出这个眉头 到时候以朝廷的手 避开无数麻烦而巧妙地将下人拿下 到时以世家之力 无论是想拿到那些足以获利今天的识探之法 还是九夜之法 自然轻而易举 一来避开了朝中麻烦 二来到时候暗中下手 明面上顾及了世家声明 巧取巧夺 我真机灵 果不其然 不少朝中官员都是露出了疑虑的神色 以此之言 收容明星已是摆在了明面桌上的事 这其背后还有着一个庞大的势力 随之便有本参奏 不少官员都是站了出来 哪怕不知道这瞎人是何人 也是站了出来立顶郑云和 放屁 人家萧瑶轩的酒卖得好 自然值得起 这个价钱 你们在此酸黑乱语 岂能一言定之 人家一片善心 少年之身方之为民 却被你们这群文酸直逞肺咬 心被狗吃了 虽然论黑酸 你们没人比得尚未吃老黑 但你们这群文酸不问功过 信 信口池塘 当乃可恶 这次 浴池老黑说得对 知节是信口池塘 哦 对 信口池塘 回一边去 话都说不明白 何来选老夫之余啊 不少文臣一惊 这浴池黑子与成老土匪 除了在商讨军务 勉强能够见解有何 其他什么时候 不是插着披子横杠树说 这一次 居然同时为一人直言 看那架势 大有谁在说继续骂的意思 陛下 知节静德说得有理 无论是其子巧商巧盈 但其实战之为 功不求赏 少年为民 颇为难得 陈以为 不可一言而定之 陛下 陈有幸喝过那逍遥轩的一次酒 陈以为 乃是天下难寻的极品美酒 当得起这个价钱 没有什么四手脸才一说 陛下 功德于过 此不可一言论之 且明察呀 陈 这时候 朝堂之上的话风斗转 自古朝上的文臣武将 乃有派别之争 有的武将行列 见秦琼等人站了出来 自然也有人出来帮枪说话 这一下 直接形成了两大派别之争斗 以此之事 强得世家的众人 也是直接猛头深思 都已经将收归明星的话头 搬了出来 但为何有如此之多的人 甘肯为瞎人直言 不过郑云和再怎么也想不到 瞎人能跟大唐天子相识 而且他口中那背后大肆脸才的 竟然是李世民 更何况瞎人更是李世民预定的女婿 莫说众臣 郑催两家哪里想得到 那所谓他们勾勒出来的 所谓的背后阴影 是当今天子李世民 也罢 郑姑且先陪你们演一下 以后 有你们傻眼的时候 众位爱卿 这瞎人 朕也有所耳闻 这瞎人虽才高八斗 不俗于身 但这郑爱卿所说之言 却言之有理 若其只是有才 心思得正 郑未尝不可取他功名利禄 他若但有二心 那就别怪朕了 陛下圣明 陛下 听闻这下人 与一些朝臣有救 臣愿意亲自督办审查 瞎人一事 若是有火 第一时间呈奏陛下 杀雕 特么了 竟然是太子说话了 不过何为杀雕 是夸我聪明的意思吗 太子殿下 可是对老夫之言 有何见词 特么的 七五老师 自然如同七五 等瞎尿你们一身 在这个世为傅刚的时代 对于早已认可了 瞎人这个老师的太子殿下 对崔正两家的敌意 直接已经拉满了 里程前的身高不足 李孝公的肩膀 只不过那小小的腰背挺的笔直 那虽然稚嫩 却莫名沉稳几分的声音传来 无见词不敢 只是觉得正爱卿与各位的言词 柔无不耐而已 所以有感而发 这是怎么回事 这年龄尚浅的太子 为何突然对我们 有莫名的恶意 是因为我们 还是只是因为年少轻狂 孩童性子而已 恕老夫不解 殿下口中之责是为何意 我的宝贝儿子 这是要干啥 怎么越来越像瞎人那狗玩意了 看着就想打一顿 就是以无师之言 辱为沙雕也 这一瞬间 那一字一句 众人接吻 声音穿电 无人不清 这下 就算是傻子 也听得出来这是骂人的话 一时间 那指着一个正家世家家主的小身影 是那样的显眼 那郑云河的目光陡然凝固 一刹那的不解后 感受到了四周的目光 随之那老脸肉眼可见的脸色黑了下来 懂这词是何意思的 就有房谋杜段和李世民五人 若是此刻有现代史书可以用来记载 可以这样写 贞观初年 大唐太子李承前 学习到了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文明文化 一时间 李世民四人心中想笑 却又面色有些微精 太子的表现 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 太子殿下这可是在辱骂老夫 这么呢 我还以为是夸我帅的意思呢 没想到竟然是在骂我 今日第一次登朝听证的太子殿下 这么刚的骂 竟然直接辱骂当朝二品大夫郑家家主郑云和 很牛悲呀 以后春心阁花魁的西瓜必须给太子留一下 哎 辱骂谈不上 只不过说了些实话罢了 高明 父皇 儿臣在 你就是如此读书的 回父皇 儿臣不解 锦祥叙之教 身之以尊孝之德 妄之则无德 你那东宫一众太妇 难不成连此都没有教你 尽叫你些如此辱人之言 李世民的一字一句 仿佛对李承前今日的表现很不满意 哪怕对于自家儿子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骂着老东西一句 李世民内心也是暗爽得很 但是 该装就得装 回父皇 儿臣听言 大儿臣不解 身之以尊孝之德 妄之则无德 若是长之不德 儿臣认为 何必尊之 很好很好 越来越有瞎小子的流氓味 看来以后谁都没办法 欺负到我家高明了 这今日太子首登朝 便要跟李二来一次 父子论义的争斗不成 我靠 李二你可千万不要为了我跟儿子打起来啊 我一个老头子不耗你这口啊 陛下 太子当许年少 亦是错语 莫要责怪 爱卿无需为这小子求情 太子之德 击重如恒 今日 高明你若是不说出个 所以然来 朕并不轻让 儿子 你继续对啊 求求你们 最好是狠狠地秀上一波 父皇 儿臣虽然年幼 身处东宫 但儿臣自知道 天下流民 恶服无数 灾心梗患 儿臣今以为 身为我大唐官员 不思国思民 谨思民心如何 无用 儿臣认为 我大唐不为民民理 为民求是 就算父皇空有 洞察秋毫之色 民心亦不可得 若父皇坦荡为君 善民者清代 恶民者斩之 儿臣以为 纵天下有十人 百人 千人造反 我父皇民心所向 天下何能清 所以 与其思继一人之心 还不如考虑 我大唐百姓之心 而这等简单的道理 儿臣居然上之 却朝上这么多人不知 却在此猜忌 以为民心善之人 与其思继一人之心 还不如考虑我 大唐百姓之心 只此一言 朕的朝堂 无数人心惊 李承前的言论 让得无数朝堂要员 都是目露惊骇 如果是其他朝官 此说出此话 可能也能引起一番震惊 但也无人敢说 毕竟谁敢在 圣上面前 说让他不要猜忌 这自己主动 不是把脑袋 伸进狗头闸吗 况且今日说这话的 还是第一次登朝 临政的太子殿下 而且这太子还不保熟啊 才十一岁有余 而郑云和同样一惊 虽然太子李承前 第一次登朝 但太子的动态 太子的性情 如何他都知道 仿佛 这跟传闻之中并不一样